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大家好好聊一聊这个话语Pocket 2 本期视频呢也是啊 在户外拍摄 我们也没有提字器 我还是列了一个比较详细的大纲 然后和大家仔细聊聊这款产品 就大家可以想一想 就是对于小折叠这个品类啊 之前绝大部分厂家要做的 都是把这类产品做到好看 因为对于很多的目标用户来说 这类产品它其实追求的就是一个设计 就是一个时尚单品的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外观设计上足够吸引人 是这类产品的基础 但是随着小折叠品类的这个不断发展 那用户呢其实对于这类产品呢 也慢慢提出了一些更高的要求 比如说它的影像能力能不能更强 它的可靠性啊能不能更好 能不能有防水能力 还有什么其他的加分项 而这次呢华为Pocket 2 我觉得啊就是要在这两方面都做到更好 首先我们还是先说设计吧 或者说关于这款产品到底有多美 我第一次拿到这款产品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喜欢 它整个的质感 包括它的这个配色 无论是洛和可白还是大西地灰 我都非常喜欢 而洛和可白我相信大部分人会相对更熟悉一些 因为P60系列用过 那这个独一无二的每一个都不一样的独特性 还有它本身的质感就不用我去赘述了 那这次这个大西地灰啊 现在不在我手里啊 在这个工作室 那个版本我之前也是摸到上手过了 那个版本我其实是更加喜欢一些的 因为它这个我看见啊 叫宁光贝母工艺叠加光学镀膜啊 每一款不仅独一无二 而且品质感极佳 和这个洛可可白 简直是一对非常好看的CP 所以在配色上 我觉得华为在这方面一直拿捏的非常好 高级百搭 有质感 没什么调的 那接下来就是设计风格 其实看整个背部你会发现 这一次华为并没有采用那种很大面积外屏的风格 而是采用了一个珍珠双环的这么一个设计选择 一个呢是它的这个外屏的圆环 然后呢这里呢是摄像头模组 那这个双环呢 其实搭配这次Pocket 2的任何一个配色 我觉得都看起来非常的精致 那关于这个外屏啊 我相信啊 很多网友可能就会问了 华为这个外屏呢 怎么感觉不太大呢 哎 可别好兄弟啊 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替你们问了一下华为的朋友 华为的朋友反问我 你觉得华为做不大外屏吗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设计优先的这么一个决策 这个外屏你别看它不大 但是它是小折叠里首个支持LTPO全天候显示的外屏 美学在这款产品上就是最高的优先题 华为认为现在这个方案就是最好看的 我不知道大家否认同意吗 那关于美我们说的差不多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聊聊关于墙这一方面了 首先就是这款产品的三倍光学长焦啊 这一点呢 其实一直是小折叠产品的一个痛点 因为它尺寸很小嘛 对于长焦段来说很难做出出彩的效果 但这次呢 在这个Pocket 2上搭载了业界的第一个 在小折叠上的三倍光学长焦 再搭配华为的这个XT Fusion Pro人像引擎 其实它的长焦表现确实是还可以 整个效果还是非常出色的 那就像昨天晚上我就参加了华为的那个时尚晚宴 其实当时整个天色已经比较昏暗了 然后在那种情况下呢 我就拿着这款产品 用这个三倍长焦啊去拍人像 你会发现这个效果真的还不错 算是解决了对于这种小折叠来说的一个大的痛点啊 因为我之前也反复说过 对于消费者来说 对手机影像要求就是好构图加轻后期 那华为呢 在这款产品上选择新增这个三倍光学长焦 以及更好的人像引擎 我觉得就是在解决这个消费者的实际需求 那除了之外呢 还有一点我觉得不得不提 就是它正面更平整的屏幕 其实这一点啊 我就刚开箱的时候 一打开手机就能够发现这个很大的改变 那这一次呢 华为用了这个玄武水滴脚链 这次的折痕呢 它不仅这个棱数变少了 而且它还变浅了 就你在这种啊 亮色内容下 你几乎是完全看不出来的 如果你看的是暗色内容 其实它的存在感也是非常低的 并且你手指现在从中间滑过去的时候 也不会觉得很突兀 这一点还是很强的 虽然我之前反复说过 折叠屏的折痕是一个用户本身不是特别在乎 而不用的人比较介意的这么一个点 不过华为这次用更好的脚链 带来了更平整的屏幕 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很难得的 除了这个更平整的屏幕呢 那其实脚链的升级也带来了更可靠的这个防摔性能 那在这里呢 我们给大家展示 算了还是不展示了 并且呢 这次也支持了这个IPX8两米级别的抗水 那这个对于小折叠来说都是非常难得的 所以关于美和关于强我们都聊完了 那对于这款产品就很好来总结了 其实从华为Pocket 2这款产品上呢 我们能够看到华为在小折叠产品上的发力方向 美学上不断精进 同时呢产品力也不断提升 那对于一款小折叠来说啊 三倍光学长焦防水能力 还有更平整的屏幕等等功能 那要么呢是这个行业第一家 要么在行业内呢属于比较少见的 所以这款产品对于那些希望你的手机是一款时尚单品 同时又追求良好的用户体验的这些受众来说 那这款产品其实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OK那今天其实借着这个机会 和大家好好聊了聊这个华为Pocket 2 那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款产品 还有哪些感兴趣的地方呢 也可以评论或者弹幕我们沟通一下 那本期视频的主要留言就这么多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请点赞评论 投资讯发 我是HK 我们下期视频点 祝国好运 拜拜